我们说了 这个意学跟玄学 实际上没有太大区别 从宏观上来讲 广义上说 那是一样的 都是自然规律 无处不在 我们经常 把它数值高阁 认为行而上 但实际上我们运用的 其中的道理都是如此 而狭义上 一定要分的话 这个玄 给人的感觉 好像更玄 更微妙 玄之右玄 中妙之门 那意呢 也可以相对来讲 它就比较显向 比较外部 我们可以琢磨一些 还是相对的 之所以大家都不学 就是把它数值高阁 形而上 认为它是更多无形无相 看不见摸不着的 我们跟随了这个玄列 之后 有网友说 学会了吃饭和睡觉 除此之外 也不说了 那是那个时代 那我们现在呢 随着八九十年代 曾经有过 这个七宫热 周一热 也就那么一阵 那玄学呢 那玄学呢 曾经也有过日 就是在 魏晋南美朝的时期 那叫魏晋玄学 但是那个时候的玄 更多的 强调的是 思想上 那所谓 把老子 庄子周一 并称为三玄 那当然周一 是玄中的玄 实际上 它玄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本身就是玄 它是一种颜色 什么颜色 天的颜色 那天是什么颜色 蓝色呀 那是我们大气层 我们相对这一层天 地球的天 那天跟地 可见也是相对的 那绝对天 是什么颜色 我们古人把它教 就叫玄这个颜色 是什么呢 黑色加红色 混合色 那是什么 是吧 就是那个颜色了 为天玄地黄 那这种颜色 还是天本来的颜色 随着我们现在的科学 也可以探索到 感觉好像 这个大宇宙 宇宙空间 好像大概就是这种颜色 感觉幽深 像黑 又像红 又像紫 那个紫气 我们可以往这个上面去 一辉 那是不是就是天 所谓天道 那研究这套的学问 那当然是 非常的 根本 根本究竟 那玄学呢 它有 五种 用 实际上也是远远不止 所谓的六道 这些 那佛的这个 也是一套方便说 只有六个吗 远远不止 那是什么呢 叫三一 星相谱 这是它的 五个分支 五个方面的 运用 也基为 悬门武术 或者叫悬学武术 我们下面的课 就分别 把这五个字 拿出来 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会发现 它跟意义一样 它是包括 万事万物 其中的道理 其中的应用 那理论之导 实践应用都有 而且它非常的 雪傲 我们一般人 已经不信这些 没有缘分 接触不到这些 你还要有一定的 诚心不够 还要聪明智慧 真的要 达到 好 好 好